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如果成人的驼背肌型是由于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所导致的 比如说老年性的骨质疏松患者出现了骨质疏松后的压缩骨质 导致的一个护背部的一个肌型 或者说是由于一些蜕变性的疾病 蜕变性的脊柱侧弯等等导致的一些肌型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够通过这个振骨来进行矫正的 那么如果我们强行的使用振骨来矫正这种结构性的肌型 往往会对脊柱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神经损伤的这样一个表现 因此的话成年人的驼背肌型 我们其实并不是特别推荐去做这个正骨绞型的 那么如果是一些非结构性的因素 比如说一些不恰当的姿势等等造成了这种驼背的话 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康复功能的一些训练 缴着一些不良的习惯 或者是配合一些知己的治疗等等 都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环节的 那么如果是这种结构性的机型的话 其实目前还是除了这个手术之外 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有效的这个脚型的一个手段 没有什么你们了解 这就是这个是什么 所以我们毛ую 去